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u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近期的留言 我们近期的评论区简直就是爆炸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呢留了很多有意义的言 有很多朋友留了很多没有意义的言 那我们今天就挑几个有意义的跟大家来回复一下 有些朋友来问一些问题 就说说这个中期选举这样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说有两个问题 说是问一个问题 说邮寄选票要如何舞弊才能让人不已有他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式民主已死 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他这个问题问的是说邮寄选票要如何舞弊 才能让人不已有他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应该有点那种酸的这个讲法吧 就是说你是说一定要邮寄选票这个样子 然后你还说没有舞弊吗 或是什么什么 我们没说没有舞弊啊 其实我没有特别就是真的明白他到底要问什么了 但是如果说邮寄选票是不是舞弊 邮寄选票就舞弊啊 那这个东西该不该存在 它就是不该存在啊 但是what can you do 对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他作弊的几种最大的方式就是邮寄选票 选票收割 还有选票金 这些东西都非常有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作弊的手段 而且都是完全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但是要怎么终结 我们现在全部都在讨论说选举舞弊 对但是what can you do 那在红州的话呢 你是有可能说是可以推动立法的 如果你要说啊他这个参议院人也够 众议院人也够 是不是你就可以去推动 州的参议院跟州的众议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不是只有联邦才有这样子 你们每一个州你都有参议员跟众议员 对但是这种东西呢 你想要在兰州推动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我们这次说说佛州 佛州有这样的选举公平的立法 但是佛州是一个多红的地方啊 对不对 但是据说推动这个立法是人无数次的上访 无数次的去找那些人 从下面往上找一直找找找 这种地方你都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到最后才推动了这样一个立法 这种立法的话不是应该是共和党的官员 他们自己主动自己自发就应该去立法的东西吗 你在这么红的一个州 你都需要小老百姓从下面 这样一点点去推动 佛州的地方都是这样 摇摆州可能吗 被拒绝的可能性太大了 兰州根本就不可能 那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还继续讨论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这个上面 那我们能做什么 那我们就是坐以待毙 那就是等死了 但是这种做法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选择说 我们只抓着选举舞弊 然后我们其他什么都不做 我们当然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当然要继续去做对选举有利的事情 对 选举舞弊我觉得是一个 每一个选举都会有舞弊 只是规模大小 那在兰州这边 像加州这个地方 你真的就是没办法控制 因为所有东西全部掌控在这些人的手上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不是一直抓着说 舞弊舞弊舞弊 因为你现在一直在说选举舞弊这个东西 你只是让更多的人不相信选举 然后让他们不会出来投票而已 我们这次做义工的里面 就发现很多人不出来投票 因为他们都失望了 因为都说选举舞弊 选举舞弊 那舞弊那我投有什么用 我就不投了 所以就这样导致这一次的投票率 是这么极其极其的低 你现在再去鼓动人 你鼓动不起来 大家说舞弊投什么票 投什么票 反作用 其实比正面的作用要大得多 你如果要是真的说相信舞弊 那请你用你的这个自己的身体 你真的去做些什么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现在阿里套纳 就加州的隔壁阿里套纳 现在Carrie Lake 义工已经出发了 已经开车从加州去了阿里套纳了 他们去那个那边干嘛 去核实选票 对吧 现在就是你出手的时刻了 你可以选择跟我们的义工一起开车 去阿里套纳 一起去那边实地的帮助核实选票 还有一个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请你捐款 请你给这些义工出邮费 请你给这些义工买宾馆的钱 请你给这些义工吃饭的钱 这个都是你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link都放在下面 我们再也不要说每个人都在那边喊 请问你对这一次选举你做了什么 你有出去做义工吗 你有对这个选举付出任何东西吗 你除了造成反面的副作用之外 你还做了什么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东西 现在看来就基本不可能推翻的情况下 你要有相应的措施嘛 你要有相应的对策嘛 对不对 那第一个就是什么 不要使用邮寄选票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都告诉大家不要使用邮寄选票 你自己也不要使用邮寄选票 你有没有出去 帮助你的亲戚 帮助你的朋友 告诉他们说不要使用邮寄选票 要在选举日的时候 你自己去那边投票 对不对 还有就是发动义工去做选票收割 加州民主党怎么样 选票收割 老人院就是他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选票收割这个东西 ballet harvesting出来之后 民主党是大大的利用这个东西的 共和党什么都不做 加州的共和党从头到最小的官 什么都没有去 没有发动任何东西 没有去说我们抓一个义工群 然后我们去每个老人中心 我们去每一个homeless shelter 或者什么 跟他们说 OK你们把你们的选票投好了之后给我 或是什么这样之类的 这东西都是他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在鼓励去做这样的事情 每个人看到选举舞弊都很生气 我看到选举舞弊也都很生气 我们看到投票率这么低也很生气 但是现在真的就是他们没有做 没有任何的行动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就只是在那边 民主已死 选举舞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还要跟 那你要怎么样 你去拿着枪去 Gavin Newsom那个地方 去抗议还是怎样 然后去推翻政府 这是你要的吗 你既然什么都不做 然后什么都不敢做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边骂 真正的保守派呢 你为什么要骂真正做事的人呢 你们现在所有关注的YouTube频道 有几个像我们一样出去做义工的 有几个除了在那动嘴了之外 还真的付出了实际行动去做什么的 他们除了要你们的流量 他们还要什么 很多人在这边威胁 说我们不怕你们推定 我们怕你们推定 我们就不会做这个东西 他们是要你们去在那个地方待着 然后什么都不做 就是在说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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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当一个受害者 我们每一集都是在告诉你们说 你们要去做 你们要去做得更好 我们要变得更强大 我们要自己去读圣经 我们要去 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弄好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结果被别人说 我们传的是恩典福音 你知不知道恩典福音是什么 不过你要觉得5B 那请在下一次 如果你这次错过了 你什么都没做 那在下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请你去老人院去收割选票 既然收割选票现在是合法的 去做 你自己带领义工团 去所有可以 到个harvesting的地方 发动义工 一起去做选票的收割 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东西 你的邻居绕一圈 OK 我帮你投票 我帮你填选票 不会的来我帮你填 好像填选票是不可以的 不是就你有的老人嘛 他看不懂 那你可以在旁边指导他 你最起码不能指导他的话 现在有很多网站 对不对 网站说上面 那个说我告诉你投什么 我告诉你投什么 很多人他都看不懂 你可不可以去帮助这样的人 你如果什么都不做 然后你还在这指责 那基本上 我跟你讲 美国没好了 如果要是我们美国 80%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美国没有好了 还有什么选票级的这种东西 选票级也是作弊一个东西 说法太多了 关于这个选票级 有的人说 哎呀 反正就是他们人工拿来了之后 到最后还是输入选票级啊 还有说 哎呀选票级就是什么 他们只要改一个数字 就说法太多了 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不要使用 你要是不要用选票级 那你就要用纸板呢 但是 不知道到最后 是不是殊途同归了 嗯 那所有呢 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真正 明白说里面的流程 到底是怎么样 或者是里面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一个细节 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刚才这些方式 都是他们可以作弊的方式 但是针对他们作弊的方式 我们是有可以抵抗的方式的 因为你可以知道 投票率23% 有些报道说27% 对 这不是选票级能够做出来的 投票率低就是低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你投票率只有23%的话 他们作弊太简单了 他们随便找几个就可以了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出去投票 打破这个数字 让他们作弊变得很困难 或是变得不可能 你这个样子你才可以说别人是选举舞弊 你不能现在就是 我什么都不做 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电视 一天到晚就骂 舞弊 这里不是中国大陆 这里不是台湾 在美国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要去做到自己的最好 如果没有做到最好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讲这些东西 投票率只有23% 有些说27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华人投票投的有多少 然后墨西哥人投票的有多少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去鼓励别人 我们有没有去外面跟别人讲说 嘿 这个candidate很好 我们有没有跟情政国 还有他们一起去发传单 我们有没有去做到这些东西 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然后呢 你就说 啊 舞弊舞弊舞弊 这个是非常非常愚蠢 而且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的是 每一个人都变得刚强 我们每一集都在讲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己的最好 每一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你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说你是保守派 然后呢 在这边骂人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好 来回答他第二个问题 他说 美是民主已死 对这个有什么 看法 民主没死 而且现在的民主 绝对不是每一个人想要的东西 现在的民主是最可怕的 最糟糕的 而且现在的民主呢 我给起个名吧 我觉得不是什么美式民主啊 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式民主 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真民主啊 那就是民主啊 那就是大家都想要那样的东西 整个城里面都是那样子 那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式的民主啊 那如果我们这次看 我们来拿那个加州 因为我们住在加州吧 我们就拿加州来做个例子哈 什么叫索多玛 俄摩拉式民主 Nancy Pelosi 糟糕吧 这个人 嗯 做的实在是太烂了吧 嗯 整天那个胡说八扯的 结果这一次选举怎么样 Nancy Pelosi 她的选举率是83.6% 83.6%什么概念 就是她的对手只得票 得到了16.4% 这个是压倒性的胜利 是把人摁在地上 直接拿酒瓶子往人脑袋上砸的这种胜利 这样的人能得到这么高的选票 Why 民主吧 你跟我说做票吗 我觉得Nancy Pelosi 她不需要做票 他真的不需要做票 这是不是民主 三番四就是这个样子 OK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城啊 这些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 中共间谍啊 Eric Swalwell 所有人都知道啊 他跟他跟这个中共的间谍睡觉了呀 他对 就是最佳中共间谍使用者 这个人呢 不仅没有被impeach 他还一直待在国会里 不光他一直待在国会里 哎 这一次他又参加选举了 怎么样啊 他得票率是多少啊 67.5%啊 你听着好像不高 是不是60%多 你知道他对手多少吗 32.5%啊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将近70% 全部都投给了中共间谍啊 他是中共间谍 知不知道 全国都知道 加州人知不知道 加州人太知道了 他怎么样 他得票率怎么高 好 我们再来看 极左中的极左啊 网站上都给他平时极左啊 Maxime Waters 这人糟糕吧 嗯 他已经糟糕了二三十年了 他说要使用暴力 来去打共和党的人 然后保守派的人不应该存在 然后呢 一切一切全部都是黑人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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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无耻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票数 得票率是 百分之七十六 OK 这样的人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六 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界 你不管是左派也好 右派也好 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讲出这种话 就是用暴力去镇压他自己的政敌 这是不完全不可取的 而且不可以讲述这种话的 讲述这种话的人还存在 而且这次右选举 他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六 他的对手只有百分之二十四 嗯 这也是压倒性的胜利啊 这些几组全部都高票当选 是高票当选呢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哈 我们 那如果加州太左了 那我们就不看加州 对不对 我们看别的州哈 全国范围内 我们这样来看哈 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有报道 我说有三个州 要在州宪法里面 写上说 哎州宪法保护堕胎 你就是你爱咋堕就咋堕 这个是宪法里面保护了 这样杀人的权利 有三个州哈 这三个州全部都通过了 三个州哪三个州啊 一个是加州 还有一个是密西根州 还有一个是Bermont 福蒙特州 这三个州 全部都通过了 那之前我做那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还跟大家说说 这三个法律实在是太糟糕了 希望不要通过 对不对 那还有两个好的法律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通过 那结果呢 就是什么 蒙大拿州 Montana 说人民呢 拒绝了什么 在这次投票里面 他们拒绝了 要为出生以后还活着的婴儿 提供任何的医疗护理 在他们那个州 这个提案是131号提案 说要求 为活着出生的婴儿 提供医疗护理 包括堕胎啊 就比如说 我今天是去堕胎 结果白拉出来说 呦 这人还活着呢 你要不要给他提供医疗护理 这条提案说 是要给这样的人提供医疗护理 但是在这个投票结果出来 现在开票率是99% 有321729个人选择了no 说不要给这样的人类 提供医疗护理嘛 这样人你就让他死了算了 所以这样的小孩怎么办 直接留在手术台 我觉得不太可能 可能直接就连着腿 就丢到拉里桶里面 就让他在里面死吧 你听他哭就让他死吧 不要给他任何医疗护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Montana还算是一个比较蓝的州 稍微蓝的 像那个 那接下来这个 是红州哦 红到不可以的那个 然后那边那州 然后那边有一个Noah's Ark 就是挪亚方州啊 对 挪亚方州的那个博物馆 对 然后肯达基州 肯达基州人呢 他们也拒绝了 他们拒绝了什么呢 他们拒绝了 州宪法的第二号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说的是什么呢 说哎呀 我们这个肯达基州啊 我们的宪法呢 不保障堕胎权 而且我们州也 不会为堕胎 提供任何的资金 但是这样的票 被反对了 肯达基州的人民 要求州宪法 承认堕胎权 而且他们要用税金 来支持堕胎 这些东西 都不是坐票能做的 我们现在在面对的 所有一切的问题 是比 舞弊 还有坐票 更加严重的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 人想要这个样子的东西 对 这个就是 现在的民族 欺骗人民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让人民去选择一个 毁掉自己人生的一个选择 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们现在整个政府的方向 还有我们整个教育的方向 就是一个错误 所以说会提出这样子的法案 然后会通过这样子的法案 连 Kentucky Bible Belt 其中之一 他们都说 我们要可以继续杀婴儿 而且还要用纳税人的钱 去做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 已经远远超过 选举舞弊的这个问题了 现在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你像那个约翰亚当斯说过 Our constitution was made only for a moral and religious people 对 就是我们的宪法 为什么这些人说 我们要往宪法里加这些东西 或者是我们要反对宪法这样这样 我们的宪法其实真的就是给有道德 还有有信仰的人民去制定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 美国大部分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 没有道德 也没有信仰人的民主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式的民主 因为这些人没有任何的道德 也没有任何的信仰了 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就是民主啊 因为他们城市里人就是想要那个样子呀 包括他们城市里的小孩子都是想要那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民主 所以你问我民主死了吗 民主没死 但是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信仰的人 现在已经占据了民主的高地 他们在善与恶之间他们选择恶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他们不认为这个东西是羞辱 他们认为罪恶会是邦国高举 但是实际上罪恶只会变成我们的羞耻而已 我们一直都把什么经济啊那些东西 好像扯得很重要 像说什么 苍临时而知荣辱 然后衣食足而知礼节 这个好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觉得说只要有钱 然后只要吃的东西够多了 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荣誉 什么是侮辱 然后什么是这样 但是事实就不是这个样子 美国这个地方 很多人是很有钱的 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一系列的东西 放在我们的小孩的文化里 然后我们小孩的教育里 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 把我放在我们的军队里 这一切一切都是在摧毁我们 最基本的正直 还有我们的道德观 这些东西不改变 我告诉你 不要说什么选举舞弊 如果说今天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很有道德的一群人 你认识的一群人都非常有道德的 结果投票还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说你选举舞弊 你要你调查 但现在不是 现在问题就是 加州到处都是这个样子的人 你去你到处看 你去还有那什么 你去高中生 去看这边的高中生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你不用去看高中生 你就在你教会里 看那些年轻人 有多少年轻人有投票权的 他们是支持堕胎的 你不用说看年轻人了 老人 全部都算上 你也不用光说加州了 你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全国 你这样去看 就是一个最应该有道德的地方 你就在教会里去看好了 你就去问这些问题 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回答你 他们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在意 你告诉我 他们会在意川普 我不相信 他们连正常基本的道德标准都没有 他们会相信川普的endorsement 我不相信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 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的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的 他们怎么会在意川普 当然不会 好来看下一个留言吧 好 第二个留言啊 有人问说 非常同意你们把文化 把家庭放在首位的观点 那这次呢 佛州州长致力于严防选举舞弊 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 那几个摇摆州的共和党 做了什么呢 两年前发生可怕的事情 今天又在重演了 加州就更不用说了 选举流程一点也不透明 他们想让谁上去就让谁上去 只有23%投了票 这个数字可信吗 好 我们来那个一个一个回答吧 他说 首先呢 这次是佛州州长致力于严防选举舞弊 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结果 某层面上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 但是 他要去做到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要严防选举舞弊 其实是跟他的职位 然后还有他那个地方的文化有关的 对 不是说他一个人 当了州长了之后 然后呢 就说 从今天开始起 OK 邮寄选炮全部都不能用 他不能发布这样的行政命令 他是要他的州议会 还有各个州的各级层面 全部都一起弄到了之后 他才可以去签署这个样子 加州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在加州 或者是纽约各方面的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选举怎么这么不公平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我们刚开始 一开始已经讲到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 更大的原因是人的问题 就是你这种 严防选举舞弊的这种法律 你可以在佛州通过 因为大家的道德认知水平 就是在那里 加州 人就是没有 你都不用说透明不透明 你去看身边的人好了 你会相信加州的选举会翻转吗 我不相信 因为人就是糟糕的 这里的人的想法 道德观念就是糟糕的 你没有办法跟那边的环境去比 那边的议会可以通过 你在加州的议会 你提出来一个试试 那如果说 那几个摇摆州的共和党做了什么 摇摆州的共和党 就是什么也没做 除非说当地的老百姓 可以一次一次打电话 一次一次去上访 你这样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结果 看他们是在利益 还有人民之间 他们选择什么东西 那还有说 两年前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今天又在重演了 以后会一直不断的重演 加州不用说了 选举流程一点也不透明 他们想让谁上去 就让谁上去 我觉得加州 根本就不是选举流程 不透明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 索德马克 俄罗拉市的民主 人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 只有23%投了票 这个数字可信 这个数字我觉得太可信了 因为我们这次当义工 我们出去看 多少人他们就是不投票 有很多人是那个 当然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的 你就不用说耶和华见证人了 基督署里面有多少人 不想要投票 对吧 就是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 他们根本就是 就是你去问 他们态度就不好 我就不投 不干我的事 离我远一点 我们去跟他们讲 有些会被说动 我记得有一个 我去在那边 Canvassing的时候 有一个妈妈就抱着小孩 然后呢 我看他就是一个墨西哥人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说 现在这个真的是很可怕 然后呢 什么变性的小孩 然后我把这些数据跟他讲 然后他就觉得说 天哪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们有太多的人是无知的人 我们有太多的人 是没有看新闻的人 我们太多的人 是需要人跟他们讲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跟他们讲 我们花时间上AI news 然后骂两个主持人说 嘿你们假的 你们怎么骂川普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呀你们做的事情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叫嚣 这个就是为什么 跟这个人说的一样 下次也不会改变 下下次也不会改变 因为有太多的人 自己以为正义 然后但是什么都不做 然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做 然后呢只会攻击保守派 根本就不需要你在网上当键盘侠了 你要是真的能做什么 请你出去跟所有人宣传保守派的价值观 请你告诉他们 为什么要参加选举 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能做的 如果你们要做了 我们就给你鼓掌 如果你要是没做还在这骂 那你没有任何资格骂我们 把嘴闭上 好那还有呢 就是你说加州 加州共和党的这个 或者是保守派的这个环境 还有这个处境 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如果你要是去南加州的共和党 拉哈布尔的总部 共和党拉哈布尔的总部 如果你要是去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 那个地点有多破 里面的人是谁呢 里面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太太 而且只有那么几个老太太 在那边聊天 OK 所以在我们竞选活动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看到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平均看到的什么呢 都是年龄60岁左右的人 而且所有这些来参与的人 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知道 他们自己是来干嘛的 有一些人是来凑热闹的 有些人是来混照片的 比如说政治人物 有个政治人物 排照片 还有一些人认为说 哦 参政很好 所以他来混个脸熟 以后好给自己的儿子铺路 哦 对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根本就是来蹭饭的 就来干嘛 吃完饭 拿着塑料袋挨个盘子 就打包就往里面倒 然后就装走 你说这些问题 你告诉我是投票机造成的问题 你告诉我是选举 那个不透明造成的问题 我们太需要 太应该 自我反省了 讲到那个 Lahabra 那个 这个一堆老人在那个地方 你去看BOM的游行 你去看大学那些activist 他们是大量大量的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抗议 在那个地方叫嚣 在那个地方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我们的年轻 我们这样子保守派的年轻人 没有做任何事情 什么都不敢做 然后他们敢去做 他们敢去抗议 甚至打杂抢 这些都是他们愿意去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觉得很骄傲 他们觉得说 他们在为一个 更好的一个理想来奋斗 你有这样做吗 我们有人这样子去做吗 我们有人在堕胎的那个中心 举着牌子说 我们要反堕胎吗 没有 你不在意堕胎 你只想要共和党上去 但是你不知道 共和党上去干什么 你只觉得川普很好 但是你不知道川普哪里好 然后你就是觉得说 川普跟习近平一样 对不对 就是90号啊90号啊94号 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让我们永远无法进步 然后永远没有办法 突破我们自己的一个瓶颈 对 川普那时候 竞选的时候 很多共和党的人就说 You're not even a Republican 你根本就不是共和党人 川普怎么回答 川普回答说 Yeah That's the point 他就是要来翻转共和党的 这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 还有目标 是非常正确 非常好的 我知道这次有很多人 就是因为 我们批评了川普 甚至我们不算是批评 我们只说他这次做错了 然后呢 这是Rondin Sensen做得很好 连这个样子都不行 我们连自我反省你都反对 或者是川普 是一个可以批评的人吗 我觉得这是 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吧 就是你是否可以批评领导人 如果你要是认为 川普是不可以批评的话 那你是要把美国变成中国吗 那这样的保守派 是真的保守派吗 我们已经专门做了一集节目 我们支持川普 Rondin Sensen跟川普 我们说就是要川普 对 但是川普就是做错了 他就是大嘴巴 真的就是害了他 就是为什么不能说 你明明看到川普的短板 你明明看到川普的缺点 但是不可以说吗 这是皇帝的新衣 说了之后 你们就是什么 我看错你们了 然后你们什么露出马脚 露出什么马脚 有问题就是可以说 为什么不可以说 这是一个free speech的国家 我们说我们支持川普 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神 我并不认为他百分之百 做的一切的决定 全部都是对的 对 而且我们的身份 是要当拿单 当大卫犯错的时候 我们要去建议他说 他做的方法是不对的 我们要去勇敢的 我们要不怕死的 来去指正他做错的事情 我们不能当中国大陆 看到那个女的一样 习主席就是好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 咱们的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我们不应该做那个样子的人 我们是自由的人 我们是美国人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我们希望川普变得更好 我们希望Desantis变得更好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赢得选举 我们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是要来改变这个文化价值观 第一个改变的就是你 必须要学会怎么样认罪悔改 怎么样承认自己的错误 怎么样用一个客观理性的方式 来去看着一切 就你的价值观 你到底设立在什么东西的地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如果要是有机会 见到川普 我也想问他 你为什么要endorse一个 支持儿童便携的医生 我也想问他为什么 你这里面考量是什么 我也想知道 那你说我认同他这样的做法吗 说他可以endorse这样的人 让大家去投票给一个支持儿童便性的人吗 我不支持啊 为什么我要支持 我们支持川普吗 我们支持川普 但是川普有没有问题 川普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说 不管你们推定不推定 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我们是会支持川普选总统 没有错 但是川普有问题 我们就是要讲 支持不是一股脑 傻乎乎的支持 他说什么都对 没有人说什么都对 整个美国面对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就是比选举舞弊更加可怕的一个情况 就是人自愿的选择与恶者为伍的比例是夸张的多 以及保守派阵营中夹杂着左派的比例也是夸张的多 民主党攻击保守派的方式 除了投票之外 他们就是要让我们变成扶不起大头 就跟你昨天的那个节目里讲的一样 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都没有问题 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在投票上面 我们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我们就变成了左派希望保守派走的方向 尽管一切的数据都显示 保守派的阵营越来越糟糕 尽管一切的数据都显示 保守派阵营里面的道德标准 基本上约等于没有 但是人们还是拒绝承认 那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大家还是在这样说 还是在自欺欺人说 哎呀我们做的很棒了 我们做非常好 要是没有选举机的话 我们早都赢了 或许在某一些摇摆州是这样 但是对于整体美国大环境来说 绝对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再继续推卸责任的话 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翻身的那天 或许现在看来 我们已经永远都没有翻身的那天 因为保守派的内部 已经被腐烂了 已经被蛀虫了 那你说这个事基本都要烂烂了 那我们还要坚持吗 马太福音24章12节到13节 跟我们说啊 说只因不法的是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很多人爱心都渐渐冷淡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支持什么 他们不知道他们热血 到底在热血一个什么东西 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 神说什么 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们一直到死之前 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 之前我们该做什么 还是要做什么 就像启示录二章四节 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神说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 我们该做什么 还是要做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完全都怪到 选举舞弊的头上 对不对 我们的确要进行自我检讨 我们不要拿这个选举舞弊 当借口 说哎呀有选举舞弊 然后我们就啥也不干了 全部都躺平 选举舞弊不能够成为借口 来掩盖我们自己的不足 不足就是不足 没做到就是没做到 不要觉得很害羞 或者很丢脸去承认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 看到问题 然后之后就是要怎么去努力 要怎么样去做到更好 还有一个问题 对好 我来念啊 看来你是跟其他自媒体一样 攻击川普总统 你今天这样子 我一看就看低你了 不过如此 老爷子的功劳不是普通人能看到的 你不要说川普了 这也是自相残杀 民主党是偷票 川普总统有什么办法 什么叫和其他自媒体一样攻击川普 实话实说跟攻击是两回事 我们支持川普 我妈呀 我跟你讲 这玩意是不是得写在脑门上了 刺青 对 就是到底听得懂听不懂 我们支持川普 但是川普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讲 那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把川普当成一个神人来看 然后川普是完美的 川普就是不能被批评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 任何的领导人 像你说独裁者 希特勒啊 斯大林啊 各个方面 都是有一群人在那边说 你不可以批评他 你不可以批评他 他就是这个新中国的红太阳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人只要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第一个就表示 你是个奴隶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是被他奴役的 所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 不应该有的一个想法 那不是基督徒也不应该有啊 你在中国还没待够吗 对 毛泽东时候的这个东西还没待够吗 你这种方式是在害川普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人的天性 真的就是想要毛泽东式的领导 就是毛泽东的是不能够接受任何质疑的 不然你敢质疑 你就会被红卫兵打死 你会被举报 对不对 那你是要把川普要变成这样的人物吗 这一天呢 一直有留言说 要什么取关呢 因为我们说 川普有些东西做的不对啊 所以要取关呢 是吧 那更是在我们评论区出现一个 说什么 说反川就等于反人类 Oh my God 等一下啊 反川就等于反人类 这样的留言 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了 那这些东西我看完了之后呢 说实话 我觉得的确没救了 的确没救了 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都是左派 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左派 OK 他们支持把川普推上神坛 他们支持把川普毛泽东化 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那样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保守派翻身 保守派怎么翻身 如果保守派里面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支持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价值观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没有办法翻身的 你要翻什么身 哪怕川普上去了 这些人还这样子 没有办法翻身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坚持的 要把这个频道当成是一个基督教频道 而不是一个政治频道 因为所有的智慧 都是从神开始的 这是真言告诉我们的 而且也是因为认识神了之后 我们才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我们才可以第一次 把世界看得这么清楚 and the world makes sense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来批评川普 第一个这是我们的自由 言论自由是我们的自由 而且这是我们的权利 而且我们有义务 要来去告诉我们的领导人 说你这样子做很不OK 然后我们有义务 要来告诉我们的观众说 我们要全部刚强起来 我们要来帮助川普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刚强的 就像说 现在川普如果要选总统 最好集中 共和党选票的方法 就是Dissantis跟Glain Youngkin说 我们两个都一起来支持川普 而不是在那边骂骂骂骂骂 这样子是会造成更大的分裂而已 川普会不会得到共和党提名 我觉得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这样骂了之后 这个百分比会下降 这是对他危险的事情 然后最后 万一他没有被提名的话 然后他一直这么骂骂骂骂骂骂 然后最后整个共和党 弃他而去 然后去选择Rundi Santas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需要的结果 也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的目标 也不是这个样子 既然我们的目的是 要让大家都变好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认罪悔改 我们就是要自我反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件事情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期待一下今天的评论区会是什么样 看看听得懂听不懂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退订退订退订 但是说实话 我们真的不怕你退订 我们如果要说想要增加人气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说什么话来订阅的人会更多 我们当然知道啊 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啊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订阅的人有多少 我们也不在乎有多少人看 因为那都是他的事 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收入有多少 因为都是他的事 而且说实话 我们频道从做到现在 我们没有从YouTube里面拿到一分钱 对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在意 观看量是多少 然后订阅的人数是多少 退订就退订 退订了是你最大的损失 因为你没有办法 在在另外一个地方 听到如此真实的话 退订就退订 我们不在乎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